另外来关心的是公路总局四驱工程处 昨天深夜发布了梳花公路连续五天 遭逢抢架雨 累计雨量超过700毫米 不只罕见还连续发生了五次坑坊 有创下今年单次四件的 连续降雨量最高的记录 要路人最近应该避免来行驶梳花公路 连续五天的抢架雨 梳花公路累计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 也创下今年单次事件连续降雨的最高记录 超越了苏迪勒杜绢台风累积的降雨量 造成苏花公路连续五次摊坊 土石流造成交通中断 但公路总局四驱工程处 运用大批的人力跟机具 投入抢修的工作中 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通车 在10月30号开始 就是说这一次的登北风的影响 就上礼拜五开始 现在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700毫米 这也是今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累积的降雨量 那这个降雨量也超越了 今年苏迪勒跟杜绢台风的一个累积雨量 甚至还超过两倍以上的一个降雨量 所以相对于对苏花公路带来了几处的一个摊坊 还有一处的土石有的一个灾害 那目前都已经在最短时间内 就是在当天而且在最短时间内抢通 四驱工程处表示尽管天气转好 但苏花全线边剥土石 会因为水分减少容易出现松动的情形 所以会有土石花落 提醒民众短期内非必要 最好不要行驶苏花公路 灾后的后面这两三天 其实在就算出了太阳 这个边坡的土石的含水量 当它减低以后 它会对这个边坡的硬定性 会有一些一定程度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土石干了以后 它是更容易掉下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呼吁人在后面这两三天 非必要就尽量不要上那个苏花公路 当然你现在在苏花公路上面 还是请注意那个前方的一个路况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